大家好,我是蓝子王 今天我们来看这道BetTime to Buy and Sell Stock with Kudon 这个股票系列的最后一道题 这道题的这个要求跟之前的几道题 不同点是 我们同样也是给了这个一组股票的价格序列 然后我们并没有这个transaction的限制 但是我们给的限制条件是说 在你卖了股票之后 必须有一天的cool down时间 一个冷却时间 然后隔一天才能买股票 但是买了股票之后 你第二天是可以卖股票的 这就是我们这道题的一个限制 好,这道题相对来讲 比这个股票系列的第四道 还是要简单一些 也更好理解一些 我们就看一下 这道题我们怎么去这个思考 好,我们举一个例子 假设这就是我们这个股票的价格 然后也是一个用动态规划的方法来做的体验 那么我们首先对于动态规划 我们就要定义这个动态规划的数组 看它是什么意义 对于这道题来讲 我们定义了两个数组 一个是叫 我们hold 一个是叫 nostock hold的意思 就是说 对于某一天 它这个size也是我们有多少天啊 对于某一天 如果我当前的状态是持有股票的时候 那么我们当前的最大的这个资产是多少 这是持有股票的时候 那nostock 同样是对于某一天 我手里是没有股票 我的最大资产 或者叫资金是多少 对于这个hold来讲 我们是会买入股票 那么的这个资金呢 就会减少 就是我们要想总资产的话 其实是你股票价值 加上你现在的现金价值 这个hold的值 其实就是我们现在有的现金的这个价值 对 nostock就是我们把股票已经卖掉了 我手里没有股票了 那所以我的现金价值 就是我的这个总资产 对 这就是这个hold跟nostock 这两个数组的意义 其实对这个概念 我们在股票 这个股票系列的第四道题之后 在我们做那个时间复杂度的这个优化的时候 我们变成kn复杂度的这个时候 当时涉及到类似的这个概念 就是在我们找 如果当前这一天要卖出股票 那么我们之前哪一天买入 我们的这个资产 就是现金是最多的 是类似的这个概念 好 那我们对于动态规划第一步 找到了我们的这个 所用的数组 这个状态 那么 我们的这个方程应该怎么写呢 就是这些状态的 对于某一个 这个每一天 某一天的这个值 它的方程是什么 首先我们先来看这个hold hold我们对于某一天来讲 这个意义是我们在这一天啊 需要持有股票 那么持有股票 我们现在的资金 有可能 第一个有可能的值是 前一天我也持有股票 那么对于这一天 我的状态是不变的 我也不用 就是说不用有交易 不用去买 好 那这是一个可能的值 就前一天我已经有股票了 这一天我什么都不做 另一个可能值的值是 我之前是没有股票的 那我一定要在这一天去买股票 那注意我没有这个限制条件啊 在我买之前 必须有一天的哭档 冷却时间 所以呢 我要看的这个没有股票的 这个状态 是我大前天的值 对所以 这是一个可能的值 在我大前天 没有股票的 这个资产 然后减去 我这一天的价格 所以我们看这个的值是 我们的max 一个可能的值 是我前一天 已经有股票 我最大的这个资产是什么 另一个可能的值 是我 没有股票 是大前天的 这个资产 减去 我这一天要买 买入股票 所以是我这个资产减去这个股票的价格 就是在我 地这一天 持有股票时候 有可能的 最大资产 注意我们这个是 减二啊 是看大前天 原因就是我们有这一天的 could down time 如果没有的话 其实就是这块的这个值 好 注意这是一个减二 大前天 那么我们对于第二个 没有股票的这个状态 它的值是什么 我们比如说这一块 那当然很直接 简单的就是前一天 我们也是一个max 第一个可能的值 no stop 前一天我就没有股票 现在还没有 不需要交易 没有任何动作 那第二个可能的值呢 是前一天有股票 这个时候我会卖掉股票 是从这边过来的 所以就是前一天 我是有股票的 然后在这一天我要卖掉股票 所以这个price要加进来 好这就是我们这两个数组的这个状态方程 好第三点我们来看他们的初始值 因为我们这块都是看前一天 然后有一个地方是看前两天的 所以我们在初始值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在之前 我们看这个第一天啊 我们要有股票 那么第一天可以买卖股票 你就是负一 就一开始起始资产都是零嘛 我们前面加上一个 这个站位的一个 位置 然后我要买股票的话 第一天那就是负一 我的资金量 如果没有股票的话 第一天没有交易就还是零 好那第二天呢 按照我们这个方程来看 那如果是要有股票的话 他就是第一天有股票的价格 负一 或者第二个有可能呢 是他的前一天 就是大前天前两天 没有股票 这一天我要买股票 所以是零减取二 就是负二 这两个里面取一个最大值 那么取到的值就是负一 那对于没有股票的这个状态 我们有可能最大的这个资产 是什么呢 按照我们这个状态方程 前一天没有股票的状态是零 然后前一天有股票的状态 再加上这一天会卖掉股票 所以是负一 加上二是正义取最大值 就是一 所以你看我们的这个临界条件啊 我们主要关注的就是我们先补了一位在最前面 因为我们有一个减二 所以我们前面补一位 然后呢 就是在第一天我们给的起始条件 是这个 负一和零 对于hold的这个是比较特殊的 他一般我们给初始值都是零嘛 但是对于hold的这个条件下 我们要知道他的初始值是负的第一天的价格 好 最后就是我们的结果是哪一个 这就很明显是no stock 我们没有股票状态下的最后一天的值 就是我们要求的这个最大收益 因为有股票状态下 这个不可能是最大收益 就是你还有一部分资产没有兑现嘛 所以一定是no stock里面的最后一位 这是我们要求的结果 好 那我们看一下代码 好 这里呢 我们 没有增加这个前面的这一位啊 就是 我们没有前面的这一位 那这样我们就要需要做一个 处理就是说 因为我们知道有那个递减二 所以我们又需要看前面的两位的这个值 所以我们在做初始的时候 我们是一次初始的两位 所以我们看hold的0和hold的1 这两个值我们都给了初始值 no stock的0就是0 no stock的1我们也给了一个初始值 然后剩余的部分我们就是一个按照我们这个方程来进行一个循环 这样做的好处就是我们对于这个index啊 它的意义就非常明确的 就是哪一天 因为我们这个price 这个天是从零开始的 那这样的话 我们在这个循环里面的这个i 其实就跟我们price里面的i 这个index的意义是完全一样的 就是某一天 这样做比较好理解 但是这个初始值一定要给对 如果我们只给一个初始值 然后如果从1循环的话 由于d-2 这个i-2的存在 它就会这个越界 好最后我们返回的结果 就是no stock里面的最后一位 这里面的方程跟我们之前讲的也是完全一样的 就是我们讲的这一部分 好总结一下这道题啊 相对之前的那道stock4 是比那个是要简单一些 关键还是我们要 这个找到我们这个地规方程这个定义 比较关键 然后我们的理解是从 就是这个 对于每一个值的理解啊 其实就是我们当前有的资金量 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理解 来做这道题 然后在卖出之后 我的资金量会增加 买入的时候 我们资金量会减少 然后从这个角度 我们就很好写出这个地规方程 然后在定初值的时候 注意我们有一个地减2 所以我们初始的话 要不然你可以在前面加一个空位 都是0 要不然的话 我们就一次初始两位的值 然后进行循环 最后我们找到这个结果 就是我们最后要求的值了 好 那么这道题都讲到这里 如果大家还有什么问题的话 可以在下方留言 大家可以继续讨论 然后也可以加我的微信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 欢迎订阅推荐和支持 谢谢